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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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歡迎來到即場Marketplace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我的朋友阿菲 Hello 你見到這麼多美酒是阿菲自己公司提供的 而阿菲自己也從事一個 酒的銷售一個生意 都超過八年歷史了 不經不覺已經做了八年 你看 這麼年輕已經做了八年 可能是很小時候已經出來買酒 你見到桌面上有很多都是 阿菲自己公司去代理和銷售酒的產品 但待會跟大家說一下 這酒應該點品嘗 怎樣去飲是最好的 但為何你會在八年前 無緣無故從事酒的生意 我很有趣的 其實當時我跟朋友出去玩 之後我看到他們 一晚可以喝到十幾二十瓶酒 我當時看到他們喝到像大啤 有一天很好奇 我就問他們 其實你們喝的酒是大約賣多少錢 他們說一百兩瓶 我說不如我幫你找酒吧 我當時萌生了一個年頭 你們一天喝這麼多 如果我每瓶酒可以賺五十塊 或者一百塊 我都可以 你想想 十瓶 二十瓶 每一天他們繼續喝下去 我就可以每天賺一千多元 二千元 一個星期他們最少喝四天酒 我就真的開始幫他們找酒 然後 當時你完全不懂這些酒的供應商 是怎樣膽粗粗 找到一些酒的 我真的不懂 我是學習的 我拿著他們的酒 你們喜歡喝甚麼 我拿著那瓶酒 然後真的去找一些供應 當時我也沒有賺錢 但學著學著 原來酒裏面有這麼多知識 有這麼多知識 原來你需要去學 那我就到處去認識一些人 然後自己再上課 然後讓我做一下 又真的做了一盤生意出來 這麼差勁 那時候學的時候 是否像現在這樣 去學一些品酒師這些課程 要的 其實原來酒是一個很專業的課程 其實是很出名的 這個叫WISER WSET課程 那你就會學完 原來這些提子從哪裡來 這些國家為何會生產這些酒 那你慢慢提升 就是自己做對於酒的知識之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你解決了供應商問題 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要對客 那如果你自己酒的知識 還未建立到的時候 那些客人問你 這是甚麼年份 這些是fruity些 還是有甚麼果香味 那你又答不出 會不會令到你銷售的時候 是差一點點的 開頭是會的 因為你始終有些人 我覺得是分了不同派別的人 那你有些人是 一定要很專業去認識 但有些人其實對我來說 我現在也是的 你問我酒是否很厲害 我真的不是很厲害 但是是喜歡不喜歡喝酒的 那我就會很有趣 我很喜歡跟客人溝通 我會跟他們一起去享受這支酒 你一喝下去 你就會知道這支酒 他喜歡這種味道 你也會記住這個牌子 是這種味道 那我就會去推薦給別人 那你會否建議客人做些配搭 吃些芝士 吃些羊 吃些海鮮 有些客人問你 我喝這支酒 應該配甚麼食物 配搭好一點的 會的 我這也是我自己最喜歡的一部分 我最喜歡是 wine and food pairing 我喜歡跟客人去吃飯 那些朋友去吃飯 那大部分人都喜歡喝酒的時候 我就會 今晚吃牛 我就會拿紅酒 那我會看那群朋友 他們喜歡喝甚麼酒 我就會拿出去 哦 那有否有些很有趣的例子 有些客人跟你說 喂阿菲啊 這支酒 我想送給我老婆 紀念一個結婚周年 或者我快畢業了 我想買一支酒 祝福一下自己 有淺情感受 那你又如何幫助他們 在大時大節裡面 建議他們喝甚麼酒 其實就會有幾個不同的種類 首先有一些酒的酒莊 其實是有故事的 例如好像 名字我就不說 但總之那酒莊 大部分人都會吃 例如情人節 它的標籤是有一個心形的 嗯 所以我們便會推薦 你選這支酒吧 它有意思的 然後有些便可以自訂標籤 自訂標籤很棒 那可不可以加Ivan 加阿菲的名字 那也可以的 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另外一類型就是 例如我想丟個 我們把照片 到酒瓶那裏 是可以的 那麼棒的 即是結婚周年又可以 畢業禮又可以 或者我升職家人工 又想找酒紀念自己又可以的 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其實酒圍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可以衍生出來 是可以很提供 很開心的 那剛才跟你聊天的時候 都知道你 酒的事業不單是香港 還可以推出到外國 甚至乎生意都去了國內 那那個契機又是怎樣的 很可愛的 這件事 有一天其實真的有個人 打錯電話給我 就是大陸人的助理 最後打錯電話 他就知道 舉例如 原來是Ivan的朋友 不好意思 原來你是賣酒的 我就說 是呀是呀 我是賣酒的阿菲 那你拿一箱酒給我吧 送到去大陸老闆那裏 他就放在地上 我介紹一下自己 然後說一下賣酒 他就說 我家裡沒有位置再放酒了 然後我看到 對呀 兩個酒櫃都爆光了 然後第二天 我去買了一個酒櫃 送上去別人的家 我放在客廳中間 我說現在有位置放酒了 然後就真的開始了這個生意 他就介紹了很多大陸的朋友 給我認識 然後就一路一路跟我買酒 沒有停過 阿菲阿 這個生意好像是 不打不撞 有些貴人幫忙 就開始了你做酒的事業 是的 所以對於我來說 我的酒的心路歷程 是很開心的 很有趣的 很脆味的 然後客人又會 我開始叫我回大陸吃飯 喔 這麼棒 對呀 我的客人就去到北京 上海 山西 南京 他們真的帶著我到處吃飯 今晚喝甚麼酒 但他們會跟我買酒 今晚拿甚麼出去 然後就喝哪些 你知道大陸人多數吃中菜多 但他們喝到 總之每個人都放在這裏 十多二十瓶酒 今晚就會叫我出去 我們先喝哪些 開多少個小時 然後就一直開始了 到今天 現在近兩三年疫情的情況下 國內客人又如何維繫 酒送到國內的時候 會不會有物流的難度 其實真的艱難了很多 因為他們之前都會下來香港 或者我們都有機會見面 但在疫情方面 其實是斷了溝通 見面 對呀 絕對是 之後生意是靜了 而且近幾年的酒 很有趣的就是 它好像一些標一樣 無端端 其實本來可能十萬元 你買到一隻鹿 這瓶酒是一萬元買到 但現在變成了兩萬一支 是否供應問題 是否因為供應太少 或者酒莊都沒有伙計 上班因為疫情 都開不了工 是否這樣 我覺得需求大了 出國那裏 就是那些人 總之需求一直不斷升 然後酒價就在那裏上升 其實酒對我來說 是一個投資產品 並不僅是喝的 好像有些客人以前 買了酒回來可能是四千元 今天已經變了八千元 其實很多人都懂得 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便不斷買 是呀 剛才我們去阿菲另一個朋友 酒莊的時候 見到我們經常飲響的Gin 我見到標價好像四百多元 麥康林十二好像不到千多 現在都升到六百多 六百多嗎 我記得十二十五還是十八 我見到他不斷加價 他買一買的時候 他又加幾個 對呀 以前是三百多元 舉例如麥康林的十二年 是三百多元 但今天這個疫情 令到他變成六百多元 對呀 其實這些Retail價 是Retail這個零售商自己自訂的 就不會是酒莊 或是他建議的價錢去做 他沒有的 但你當然不能過份 我們知道整個市場 是真的有定價在 除了價錢之外 不如稍後等阿菲和大家介紹一下 桌面那麼多美酒 先不要掛著在這裡喝水 稍後回來等阿菲和大家介紹一下美酒 好 我想介紹我自己桌面那麼多美酒 我會做一些紅酒代理 這兩瓶亦是法國的 其中一個酒莊是我們自己代理回來香港做的 好像這兩瓶麥克蘭 你會看到為何和市面上不一樣 其實這些就是我們自己的自訂包桶 可以自己做自己的標籤 自己的盒子 所以還有一些很難找的酒 其實我都會有辦法找到回來的 如果大家要喝酒 或者要跟我聊天喝東西買酒 可以看看下面會有我的電話號碼 拜拜